首都吉隆坡昨天的一场狂风暴雨 不止酿成树倒意外 史无所学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工程部长独自理亚历山大透露 这些学校面对包括屋顶被掀翻 和树木倒塌的情况 吉隆坡工程局正在展开进一步的审查 鉴定涉及学校的受损程度 亚历山大指出 工程局目前已经是劝告校方包括师生 避免进入受灾范围 直到确定安全为止 工程局也将和武装部队合作 检查和评估受损的情况 以便采取后续行动 根据亚历山大公布的名单 15所学校涉及中小学 其中包括燕美华晓 中文文字幕装下 www.soutube.com 演战 中文字幕装下来 最后完成 情报 点赞 明镇 答案